加油 加油 嗨 大家好 我是Mae 歡迎來到我的YouTube Channel 今天呢 要跟大家分享一組 在家裡就可以完成的 居家15分鐘美胸訓練 很多女生跟我以前一樣 很害怕練胸肌 但是你知道嗎 多鍛鍊胸肌 可以讓我們的胸型看起來更圓挺飽滿喔 那有點害羞的 今天的胸部鍛鍊會全方位的鍛鍊到我們的胸肌 那我們的胸肌分為 上胸 下胸 內胸 以及外側的胸部 今天的胸部鍛鍊呢 會相當的厲害 那今天的訓練呢 會需要你準備兩支啞鈴 如果你是女生的話 會建議重量的選擇大概是在 2公斤到5公斤之間 那男生的話 我不知道這邊有沒有男士啊 就是你可以拿更多的重量 好 那我們廢話不多說 開練囉 在進入今天的正式組之前 先來跟我做一點上半身的暖身吧 首先我們先從轉手開始 輕鬆地活動一下我們的肩關節 可以順時針逆時鐘地轉 一手做完之後 接著換邊 一手做完之後 接著換邊 完整的畫圈 對著逆時針轉 那接下來我們來做一些 徒手的擴胸訓練 打開你的胸 接著夾起 感受到胸肌的伸展 接著兩隻手一起畫圈 先往後的滑圈 先往後的滑圈 接著往前 那最後我們來做一些 胸部的伸展 把兩手放在身體後面 打開你的胸肌 接下來做徒手的手臂上去 快節奏的讓我們的上身 達到暖身的效果 很好 暖身結束之後 接著我們正式組的胸肌訓練開始囉 首先幫我握躺在瑜伽墊上 第一個動作是 啞鈴的胸推 兩手的角度與身體約成45度角 下降的時候慢 打開你的胸肌 接著吐氣垂直的上台 在過程中多感受胸肌的使用 下降的時候吸氣 推的時候吐氣 很好 再五秒 稍微休息一會兒 緊接著來到下一個動作 從下方的角度 將兩邊的啞鈴帶之前方 下斜的啞鈴飛鳥 你會多感受到我們的下胸 往前舉的時候 可以多用內胸去夾 尤其是在下降的時候 會建議做慢 感受到胸肌的延伸 在底部的時候 伸展的感覺是最大的 一樣下降吸氣 一樣下降吸氣 起來的時候吐氣 下一個動作 兩邊的啞鈴會從上方 拉至前方 兩手的手臂是可以微微的彎曲 不用刻意的打直 可以超過我們的頭頂 慢慢的下降 尤其你會感覺到 胸肌的上緣 非常的有感 接著往前一拉 接著往前一拉 過程中慢 往反這個動作 一邊轉發 往前一拉 往前一拉 走往前一拉 跑 後一拉 步驟 沒有離開 往前一拉 自然 一些自己的地圖 再往前一拉 接下來的動作 窄握的啞鈴胸推 將兩邊的啞鈴靠攏 固定於胸肌內側之後 像上的推舉 你会特别感觉到我们胸肌内侧相当的有感 注意我们的手只是辅助而已 多多感受到我们的胸肌下降的时候慢 起来的时候用胸肌内侧来发力 最后的十秒 加油 3 2 1 很好 已经进入今天正式组的26% 可以稍微喝口水 喘口气 下一个动作一样维持在瑜伽垫上 两边的哑铃向外的打开 我们要做的是哑铃飞鸟 向外水平的伸展 在下降的时候尤其感受到胸肌的伸展 慢速下降 夹起时 运用到胸肌 下降吸气 夹起的时候 腿肌肉 然后嘴巴吐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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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降的時候慢 來到我們寬的兩側 手臂保持在固定的角度 向前的推舉 胸肌順勢的夾 三 二 一 非常好 兩側的啞鈴 過頭的下降 接著向前 控制你的胸肌 上身保持在固定 多感受到我們胸部肌群的運用 非常的有感 我知道 三 二 一 很好 好 接下來給我一個反握 一樣是以教材的姿勢 去做反握的啞鈴臥推 你會更能感覺到我們下胸 但是在頂端夾的時候 又能運用到胸肌的內側 下降的時候慢 鼻子吸氣 推起的時候 嘴巴吐氣 三 二 一 Good Job 慢慢的放下你的啞鈴 稍微的喘口氣 休息一會兒 下一個動作 我們只需要單邊的啞鈴 我們要做單邊的啞鈴飛鳥 另一手可以輕輕的放在肚子上 保持身體的正直 下降的時候 感受到單邊胸肌肌群的運用 移揚動作過程 可以稍微的慢 夾的時候 運用到胸肌 專注 有低級超接著 肚子換柴肌群的運用 也會更能力 主動作過程 好久 我們要練習czan 六個肌群的運用 五個肌群的運用 下上的時候可以讓你的啞鈴的方向近乎是垂直的 胸肌的感受會更好喔 回來的時候可以稍微做一個轉正的動作 像是在做夾胸一樣 這是提升感受度的方法 下一個動作會是一個組合動作會結合你們剛剛所做過的 啞鈴胸推推上去之後直接打開水瓶的打開做飛鳥 接著夾起 風推上去飛鳥夾 腳到你的節奏了嗎 加油 3 2 1 1 不休息直接來到宅握的啞鈴胸推 直接榨桿我們的胸 節奏可以稍快一些 奮力的推起 想要飽滿的胸肌就靠它了 5 4 3 2 1 休息一會我們來到櫃姿的伏地挺身 因此你可以轉個面 幫我做櫃姿伏地挺身的預備動作 1 2 1 1 2 1 2 2 1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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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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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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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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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2 3 3 3 4 3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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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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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5 5 6 5 5 最後十秒了 沉下去不要放棄 5 4 3 2 1 给自己一个大力的掌声 今天的你 非常的棒哦 有空的话 跟我做一些微微的伸展吧 首先来到猫牛市 吸气时腰部下沉 头顶向上 吐气的时候 拱起背部 视线可以看向我们的腹部 接着双手交叉向后的延伸 感受前三角与胸肌的拉伸 你可以轻轻地动一下你的头部 放松一下我们的肩膀 接着我们躺在瑜伽垫上 用一手来轻拂一边的膝盖 转向另外一侧 身体扭转 放松我们的脊椎以及胸肌 接着换另外一边来进行 好 那今天的训练就到这边啦 恭喜你完成今天的训练 相信你会感觉 现在胸部好像很有一种冲血 肌肥大的感觉 非常的棒 如果你是一个希望可以长一点胸肌的女生 我会建议你一周可以做这个训练 大概三到四次 会建议你多补充一些营养丰富的食物 千万不要结实哦 好那今天的训练就到这边 如果你有完成的话 在下面留言打卡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